而在欧洲现在令人担心的是 极右派势力的崛起 像英国的儿童舞蹈班写案之后 这些针对移民的反右派分子 他们发动的示威仍然在持续 虽然打着是要保卫英国的口号 不过实际上他们却写洗了很多的商店跟民宅 而英国警方已经逮捕了数百人 而另外在德国的部分 有一个极右派的政党另类选择党 他们在地方选举中的民调 现在是遥遥领先 所以有上百名的年长者 他们就自发性组成一个 阿嬷级的反右派团体 希望能够抵挡这股右翼势力崛起 而市面上现在也蛮多极右派的杂志 所以警方在七月中旬开始展开扫荡跟茶器 白人少年跌倒在店铺前 英国英格兰约克郡东区市区大街 及右派抗议与打杂烧同时进行中 几分钟后白人少年抱着不劳而获得货品离开 这场抗议原本是打着反移民 保卫英国的口号 位于英格兰约克郡罗瑟罕罕的这家旅馆 因为安置难民而遭到攻击 偷渡移民们成为被抗议的目标 起因是7月29日 英国绍斯波特的儿童舞蹈般写案 三名女童遭持刀歹徒砍死 网络一度谣传是在英国境内 等待庇护申请的非法移民所为 但这也只让右派抗议民众的焦点 从清真寺与阿拉伯社区 扩大到非裔移民区 与安置难民的旅馆 因为这名凶贤仍然算是移民第二代 父母来自卢安达 英国警方表示 已经逮捕超过375名 极右翼抗议者 但部分城市里 抗议却演变成两派对峙 警方人强隔开反右派抗议者 他们举着只有一个种族人类的标语牌 反对右翼团体 例如保卫英国联盟 把针对移民的抗议称为捍卫英国 英国首相施凯尔在唐宁街10号官邸 针对右派抗议召开会议 言商对策 英国警方表示 已经有多名被逮的右翼分子 开始接受司法侦查与审判 也强调警方有随身摄影机的大量证据 可以跟踪追捕那些 在街头打杂烧的人 避免移民或其他族裔 再在这波抗议浪潮中被攻击 英国警方严厉谴责这些右翼分子 借机闹事破坏 与他们喊出的保卫英国口号 恰恰相反 而在刺痛血案发生的 邵斯波特当地民众聚集在广场上 用吹泡泡的方式 哀悼逝去的小生命 德国中部的埃尔福特 数百名中年以上的妇女上街游行 其中不少是推着助行器 阿嬷级的引法族 这些上街抗议的妇女们举着 以抵抗代替退休的标语 他们的团体就名叫阿嬷反右派 现在在街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距离德国东部图林根 萨克森和布兰登堡三州的地方选举 还有一个月 但目前民调显示 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 以三成左右民调支持率居于领先 另类选择党的主张大致包括 反对欧元 反对将移民纳入德国社会保障系统 反犹太主义 反穆斯林移民等 不过一般认为 另类选择党是具有浓厚 新纳粹主义色彩的极端行政党 许多人成长时期 父母一辈经历过 1933到1945年 纳粹集中营年代 德国纳粹政府做了什么 当时发生了什么 这些阿嬷们觉得 自己比年轻一代更有感受 不会对极右派主张有美好幻想 阿嬷们甚至学用社群媒体 开通账户集体表态 也带着丈夫与孙子一起上街抗议 而德国政府也在7月中 大动作扫荡 右翼极端分子据点 7月16日 德国警方突击了布兰登堡附近 极右派杂志Compact的总部 也搜查同一地点的电影制作公司 这本2010年创刊的右翼杂志 遭到查禁 德国内政部痛斥其内容散播仇恨言论 串联右翼极端分子 该杂志主编则表示 这是打击新闻自由 会采取法律行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Owin